剛才我們講這個人臉辨識 當你點起來搜尋 Google相簿搜尋的地方點起來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臉 然後再點進去 你又看到這邊有更多的人臉對不對 但是先跟各位講 你這些人臉辨識出來 前面的大部分就是你拍了很多人的照片 就是拍的最頻繁度最高的 都會在前面 都會在前面 頻繁度比較高的會在後面 那我會跟各位講 就是說他都幫你辨識出來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臉你根本不要出現 或者是你根本以後也不會想說 我要找他的照片 那你看等到這樣子 你按了這麼多人臉出來之後 你可以比如說像這個模糊的 我不要了 這個辨識不太好 我就點一下 按久一點 你看他就打勾勾了對不對 那甚至呢 再往下看看有哪些 你可能不常見的人 或者是以後你可能不太會去搜尋他的 或者不認識的 你就可以一一的把他勾起來 假設你就把那個不認識的人勾起來 我看有些有些現在也不太確定 到底認不認識 假設不認識的 你把他勾起來 就是不常見的 以後也不太會搜尋的 勾起來之後你就可以按上面的 隱藏 好 隱藏了之後 那這時候以後就不會出現這些人臉 因為出現這些人臉的用意是讓各位以後搜尋方便 就是說呢 你在Google相簿裡面 按上面的搜尋 看到人臉 甚至再點一下 然後呢 你要找誰 點一下 那這時候有關他的照片 會幫你搜尋出來 這就非常的方便 這是比較好的地方 但是我說 如果說今天他搜尋的照片太多了 你根本以後有些人 你也許是因為參加某個團體 就拍了團體照 他就把那些人臉都搜尋出來 可是有很多人你完全不認識 你根本沒有以後要搜尋這些人的意思 你就可以現在點這個搜尋 然後看到這邊小小的臉的自拍的這個右邊 箭頭頂下去 然後前面是拍的頻率比較高的 然後後面是頻率越來越低的 那你覺得你不常搜尋到的 你就可以按久一點 把它點起來 比如說 我再示範一次 比如說 按久一點 打勾了 然後這時候打勾 打勾 把它比較不需要用到的人 你可以把它打勾起來 等一下我再來看 然後之後 勾了之後你可以按隱藏 那這時候以後那個人臉就不會再出現 OK 那等到你要搜尋哪一個人 真的就是點那個人的臉 點下去之後 照片 有拍到他的照片的全部都會搜尋出來